原油啊 或者是一些指甲敏感的人 這個其實你們是需要去選擇 好 那我比較需要強調的重點 就是在於這邊營養液 其實就是乳液 那你們在護手霜或者是乳液 你們可以選擇滋潤或者是清爽的 不喜歡油膩的人也可以選擇清爽的事 那如果手特別乾風的人 你們有時候還可以用到龜裂霜都可以 那最基本的每天睡覺前 我們還是要保養一下它 因為愛護我們的皮膚嘛 那時候也是我們的皮膚一部分 不要護臉 忘記手 那像現在我們在做醫美的這個部分 很多人是來搭手 斑骨是來搭臉板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在雨晴 我前後除外的時候也會擦防曬霜 但是誰會擦雙手 很少嘛 但是尤其說像我們四五十歲的年紀啊 一般我們搬臉上不長 通常都長手上比較多 所以在我們醫美很多 顧客都是去打手搬喔 之前打臉上的搬喔 因為手還長得比臉還要密集 然後有時候啊 我們女生雖然敷得了這張臉啊 但是敷不了手的時候 就只好做一些技術上面的處理 不然他馬上就顯露出你的肌來 因為老很煩 所以先做一些都是從手上開始 因為我最近發現我有一顆 好